這次的專案是羅光大學 許慧美老師 也是S4A的總司令 沒有 沒說 OSEP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以前各位在用Squatch在控制硬體的時候 要嘛就是用E-Designer 或是Transformer 或是M-Block之類的東西 這幾個東西 之前都是廠商做 或者是個人製作 所以一旦你遇到有問題的時候 那個資源度就會有點比較沒有那麼好 比如說你希望有什麼積木 或者哪裡不知道要怎麼用 然後你打電話給那個製作人的時候 跟你說我現在很忙沒有空 或者是說那個廠商覺得你這個沒有經濟效應 他就不幫你做 或者他們真的很忙 那OSEP 是由社群這邊開發的 慧美老師 主持計畫 然後社群這邊開發的 全部是自由軟體的 相關的社群的老師去做協助的 所以是比較不會有被掐脖子的感覺 其實我很在乎這個感覺 就是在教育上可以自由的運用 那我們就歡迎國光大學許慧美教授 謝謝 謝謝邱文勝老師的安排 還有謝謝各位老師 因為我知道昨天才剛考學期結束 大家就是禮拜六就來參加研期 那真的非常感謝 那我想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老師可能先把自己的環境 先稍微set一下 然後可能網路相關的 那另外一個可能比較重要 就是要能夠找到邱文勝老師的部落格 然後幫我們點擊一下這個連結 就是這個OSEP的這個研習資料 那各位老師下去之後 大概這個資料也蠻簡單的 第一個會有我們今天的所有的簡報 那我們今天的研習就是以AI為主 那最主要就是配合108克剛 新興科技的部分 那就是有一些AI的部分 那未來老師如果要申請一些相關的計畫 目前教育部有一個叫做 人工智慧教育計畫的增建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也會帶老師 稍微簡單看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範例程式 所以老師可以整包都下載下來 那整個範例程式裡面大概分成這幾個 所以各位老師可以看到 我們大致上會用到的一些像OpenAI 就是Chat GPT方面的應用 然後另外就是AI語音辨識的部分 AI影像辨識的部分 還有知識辨識的部分 都會在今天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各位老師因為今天大概只有三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其實更多是各位老師的體驗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用Squatch 來當作我們主要的程式設計工具 那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夠推展 未來能夠到國中小去做一個實作 那這部分我們是先請各位老師先幫忙 先把檔案先下載下來 那在各位老師下載的過程 我就當然是講一些廢話 不是 講一些還蠻重要的話 那我們就慢慢開始今天的這個研習 那今天的研習最主要就是針對AI的部分 那這裡我現在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的簡報 那大家老師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大概的議程就分這幾個 那最主要其實我們會稍微講一下 這個國小的資訊教育為課程 或是國中小的資訊教育為課程 還有一些OSEP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等一下接下來 我們幾個重要的主題 大概是這樣 那各位老師我們就開始了 那可能各位老師都知道那個108課綱之後 就是國教署有一些計畫 那在這邊的話我也很榮幸的能夠協助這個計畫的執行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國教署的這個計畫的一個官方網站 還有一些計畫執行的網站 那我在這邊的話我點這邊然後計畫執行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比較偏向我們有一些很多Beta的部分 我們就會先放在這裡 那我們也給各位老師稍微看一下 那可能各位老師之前有看過 因為我們有配合科技中心這邊做一些微課程的宣傳 那在這邊的話各位老師如果現在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有幫國教署做一些微課程 那在國小的部分各位老師就可以看到像類似 影音辨識像辨識智覺小幫手 那智覺小幫手類似會用到雲端資料庫的部分 然後聲光表演秀就偏向可能像那個邱老師之前介紹的這個外部感應器的部分 然後另外還有像空氣品質查詢啊 好好玩聲音密碼怎麼設 那這些最主要是針對108課綱之後 我們怎麼樣把信心的一些議題融入到我們的教學當中 那國中的部分的話也有分7年級8年級9年級 那各位老師等一下我們會來就是稍微試用一下這個 叫做植物辨識10座 那這個我們是影像辨識的部分安排在7年級 還有一些像物聯網的應用 那8年級的部分最主要是針對 如果我們這邊有國中老師大概可以知道 8年級要上那個 排序跟搜尋那個大概全班死一半 然後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配合像外部感應器的燈條 因為燈條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正列的概念 那學生可以透過去控制燈條 能夠去感受到我們怎麼樣來去控制陣列 那另外的話再搭配一些搜尋跟排序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有牽涉到一些像這種數據資料 像COVID-19去的人數查詢 那我們會用到一些開放資料的部分 那這個煙火 煙火show time 的部分 最主要是模組化 在8年級的時候講模組化的部分 那9年級的話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叫認識新竹市古蹟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比較偏向於資訊的應用 就是資料處理概念與方法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會用到像政府的大數據資料 然後把它轉化成在Google Map上呈現 像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是發票掃描 其實這也是最主要是針對9年級 開始做這個靜置轉化 那在發票上面 你掃描它的QR code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16進制的一個數值 那你可能需要轉化成10進制 你還可以知道這個東西的價格是多少 所以就是透過像這樣的課程 那這樣的課程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做一些製作 那我在這邊的話就隨便先點一步 給各位老師稍微看一下 大概如果老師看到這樣的課程 會期待看到什麼 首先我們會有一個叫課程概述 好那這個課程概述 可能老師一剛開始的大部分都會看一下 好 因為在這邊的話 你大概想要記得 大家好 我是一成老師 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這個課程裡 我們會使用 我們會去學習 製作AI 製作AI 製作生物 我們會使用 我們會使用 製作標籤 製作物體 開始讓電腦先學習 先筆 和指次 我們先辨識 先筆 接下來是辨識指次 學習完之後 學習完之後 我來讓 讓電腦進行辨識 像我換成 這是 鉛筆 像我換其他的物體 這是指次 一開始 會製作剪刀 石頭 布 三個標籤 我要讓電腦辨識出 我現在秘書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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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剪刀 現在我換不同的手勢 這是石頭 再來這是 鋪 接下來 會設計 電腦玩的拆拳遊戲 現在我要與電腦進行比賽 我現在在升級底下 筆住要筆著手勢 現在我按一下 反白鍵 稍微說出玩家出的是石頭 電腦出的是剪刀 那玩家就會勝利 在拆拳遊戲中 加入基本機制 你可以與電腦比賽 看看誰比較厲害 現在玩家與電腦 要進行拆拳遊戲 經過三把之後 到底是玩家 還是電腦順利呢 我在攝影機底下 先擺動手勢 第一把捂出石頭 我就按下空白鍵 進行比賽 接下來 接下來我換不同的手勢 現在出剪刀 接下來第三把 我換褲的手勢 老師通常可以透過課程概續 大概了解一下 這個課程大概要上的一個內容 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邊也有提供一些像 課程地圖的部分 讓老師知道我們大概有哪些單元 每個單元的主題重點是什麼 那在這邊的話也會有一些簡單的課程設計 然後讓老師知道大概每個單元之間的一些關係 然後這邊的話可能各位老師 因為如果大家要寫一些教案的時候 要寫學習內容跟學習表現 那這邊的話就有一些相關的資料 可以提供老師做一些參考 像先輩知識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入課程 那在國小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有像這樣子的一個 類似剛開始的一個情境動畫 然後配合上一些思考題 然後讓學生開始帶入一些像 這樣子的資訊 應用在我們的生活情境上 可能會有一些什麼樣的思考 那這也可能有一個情境 那個老師上的東西 阿寶 小明來了 她還帶了禮物 阿寶 小美來了 她還帶了蛋糕 你怎麼知道 她是小美 她是小美 記不記得為了籌備這次慶生菜對 你為我輸入了這次賓客的照片 透過這些照片 經過學習 我就把他們記下來了 等到他們出現 我就能夠辨識誰是誰了 這真是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影像辨識是電腦視覺的應用 都藉由AI演算法 及後設資料來解釋一下 影像中特段物體的過程 影像辨識應用的領域非常的廣 可以協助我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例如車牌辨識 目前一片應用於各個的車廠 可以辨識路廠和書廠的車輛 例如領入辨識 像許多手機和平板 利用領入辨識的功能 取代輸入密碼流程 能夠更便利進行系統解鎖 或是完成行動卡交易 像辨識還有很多應用功能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探索吧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課程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會有像這樣的情境影片 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接下來每個單元會做適度的拆解 然後每個過程都會有提供像教學影片 或是素材的部分 另外也會把有些老師可能可以看著影片上 或者是說老師可以用這種方式 或者是帶學生也OK 就是說它會提供像這樣的操作步驟 老師就跟著做就好 這樣這樣 然後每個都會做一些簡單的拆解 像這樣子 所以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 其實是可以跟我們做一個申請 那在這邊的話有一個叫申請事項 那我稍微把它變小一點 這邊 那老師可以把我們的整個課程都打包回去 你就可以自己用 然後基本上我們現在也把它放成Google Classroom 所以你可以一個一個課程去跟我們申請 就直接過去 那這個計畫也不是我們 因為這是國教署的計畫 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的 另外就是如果你要這個整個網站 就是你這個網站 你整個要變成你的Google賽 你也可以跟我們申請就整個摳過去 申請的方式就在這邊有一個叫 課程與網站申請 老師就點擊一下 那這邊的話各位老師您就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它會讓您稍微確認一下 因為所有的Google Classroom 或Google Site 都是透過Gmail的一些Google服務 所以可能如果到時候轉不過去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那沒關係您就先留著 萬一有問題它還會再通知您 那基本上 我們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限定學校老師為主 那如果你是國小的部分 那你可以勾國小 那如果你是國中 你也可以勾國中 或是說你國小對國中感興趣 或國中對國小感興趣都可以 他不會因為你是國中老師 或國小老師限制 那另外他問你要不要申請Google賽 然後你提交之後就OK了 然後之後他就會開始幫你協助你的作業 對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 就是也可以申請像這樣的一個課程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在這邊的話也有提供一些服務 那這個部分我稍微往下一點點 好在這邊的話 我們除了像這樣的服務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共備社群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每年都會做課程的開發 那如果老師有興趣跟我們一起做課程共備 也可以就是反正都在簡報上 可以加入這個LINE群組 然後如果我們有一些活動 你們也都可以都可以來參加 那整個都是國教署的一個計畫 那都在這個簡報裡面 OK 那這個是我執行國教署的計畫 好 那今年我又有申請到一個科技部的計畫 那這個科技部的計畫 有特別針對東區的部分 特別針對東區的部分 我們大概做兩個部分 那上次我去台東的時候 也有跟老師做分享 就是東區的部分 我們可以協助做道班教學 所以各位老師今天 如果你上課 覺得某一些課程 你覺得很感興趣 那你可能有一節課 或兩節課的資訊課 就說老師你可以來幫我們 跟我們學生做互動 我們就可以安排過來 好那老師不用支付任何的 那些什麼終點交通 那些都不用 這個我們都會自己處理 因為我們自己有科技部的計畫 那全然就是針對東區的部分 然後針對學生 主要是學生 那私訊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就到時候 再跟邱老師聯絡 就是如果老師今天覺得 聽了一些主題 覺得蠻有興趣 想要做一些比較深入的開發 或是帶各位老師一起 就是怎麼講 就是練習 或是上一些像那些 微課程的主題 也都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到時候就可以來做一個安排 好那另外的話 就是我們接下來 會有一個比賽 那到時候我再請 邱老師把訊息傳給大家 就是可能各位老師 未來就是上完課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AI的一些作品 譬如說你做一些 不一定是我們今天講的植物辨識 你可能做一些藥品辨識 或什麼辨識 他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可以來跟我們投稿 一起參加比賽這樣子 好那 大致上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課程了 好那各位老師在這裡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當然也很感謝一些好朋友 就像剛剛邱老師提到的 就是有關於這個OSEP的線上編輯器 好那各位老師在這裡的話 就是可能要麻煩你先把這個網址 先幫我們call一下 那當然如果各位老師現在沒有在簡報上 也可以用OSEP Squatch來做搜尋 好那我先給各位老師稍微那個一下 就是剛剛那一段網址Ctrl V也可以 好那這個前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這是國權老師喔 就是他的那個GitHub的部分喔 那現在所有東西全部在GitHub上面 全部都是Open Source的部分喔 好那這個部分各位老師我們先開一下 那因為等一下會常常用到這個網址 所以也建議各位老師把它加成書籤 那等一下回來的時候就不用再重開 因為我們有時候可能需要把它關閉 然後打開像這樣子 好那這裡我們稍微等一下各位老師 那這個是在這邊 好那其實OSEP Squatch的發展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喔 它應該不是從開始喔 就像那個邱老師講的 因為我們這一群好朋友大概對自由軟體的支持 就是很早就萌芽了喔 那當然也不特地限定在 Squatch上面 只不過就是剛好那個時間點我們有一些想法 就是想要做一個類似像大平台的概念 就是搜羅一些好用的Squatch擴充功能 把它一起擺起來喔 所以各位老師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 好像這個OSEP Squatch其實它最強的部分 它的核心還是Squatch Squatch本身是MIT用自由軟體方式授權喔 那各位老師現在看到上面的部分 其實跟你一般來講的Squatch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那可能大概到這個後面在它樂高之後的這幾個 譬如設上圖表功能啊 台股啊 Google Map 資料探勘等等 這些這些才是我們去 有一些是我們的在地開發者做的 然後有一些是國外的 那等一下也很簡單的稍微跟各位老師講一下 因為他們真的都是不要說是無名英雄啊 他們都是有名英雄啊 好那這叫做個人造業個人單喔 萬一你遇到哪裡有問題 我也是聯絡他們去把它解決喔 好那各位老師我們先看一下 像圖表的部分可以做圖表的部分喔 那這個你看到這個TYIC 就是那個做在那邊的那個 蔡依晨 蔡老師啊 那他也協助我們做了幾個 那像台股資訊啊還有Google Maps 然後還有我們現在目前在做的資料探勘 還有這個數位資料 數位資料表示與處理喔 好在他這幾個裡面 當然我覺得最好用的應該就是這個 叫Google Maps喔 那各位老師你也可以點擊看一下 那你把它叫進來之後 它就是Google Maps 那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是蔡老師去修改一個日本作者的一個部分 然後再針對我們的需求去做延伸喔 好那各位老師你開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小嘗試喔 好各位老師您幫我一個忙 先拉第一個積目 好您拉第一個積目出來就好了 然後第二個 再幫我拉這一段下面 有一個叫顯示在Google地圖 就這樣就好了就這樣子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是可以做一個 叫做資料視覺化 因為各位老師我們在做地圖上標點 它我們永遠不可能去記住像這樣的東西 我們大部分都會去抓別人的資料 或是學生拿著你的手機去外面 把一些GPS的點把它拉得到像Google sheet 叫Google試算表上去做處理喔 好那所以後續它會有一些比較複雜的部分 那今天我們就簡單跟各位老師稍微體驗一下就好了 好那各位老師之後呢 你只要點擊這一個 點擊一下 好它就會跑這支程式出來了 好就不是跑這個圖出來了 它就會標註了 標註你要的地點 好所以 是 好那老師您可以先到這個網址嗎 就是您到那個 這個網址在這邊 可以看一下 這一個 在我們的簡報大概第10頁的地方 老師可以把那個網址先貼過來 然後貼過來之後 請老師幫他加一下那個 加一下這個書籤 因為等一下會用到 老師用到嗎 要等一下 它第一次load的時候會花一點時間 好那 好那接下來就是 老師要到這邊就是有一個叫擴充功能去往下拉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叫Google Map 點擊一下它就會帶入這個擴充功能 好如果老師之前有用過Squatch 大概就是有時候會用到後面的 不是只用到前面這幾種 好那各位老師你再點擊之後 好那如果各位老師發覺 它有一個叫彈出視視窗阻礙 阻擋的話 你稍微再點一下就是允許 這樣就會出現了 好那各位老師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老師有問題 可以齁 因為有的時候它會阻擋那個 彈出視視窗 然後會出現在這附近 那你就只要允許就好 允許這個網站能夠把它的彈出視視窗 能夠呈現 好那各位老師 在這裡的話 你就可以做一些 那 那因為今年喔 今年那個科技創意時座競賽的主題 是那個類似有點像綠色交通 所以我們大概被人家逼得很慘 因為很多老師都說這個功能太陽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後來光這個很普通的程式 蔡老師已經花很多力氣了 譬如說各位老師可以拉第二個 第二個積目過來 第二個積目過來 第一個積目是只有很比較單純的 就是MARK 然後是紅色的這個 這個叫做ICON 那可是因為我們最近被逼得很慘 所以你也可以去specify它的這個色 然後一樣是這樣子 那各位老師也可以試試看 它可以用不同顏色來顯示 因為有些老師會覺得有些地方要紅色 有些地方要綠色 有些地方要藍色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有被逼得很慘喔 然後接下來 這邊的話 有些老師可能覺得色馬對學生太複雜了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他只要用挑的就好了 所以你也可以用挑的方式來選顏色 然後還有更慘的 我們有被人家要求這些都不夠好 所以要提供一個圖來MARK到那個網址上喔 那這個部分我們等後續有機會再跟老師多做介紹 不過這個的確是我們現在目前看到最有潛力的一個擴充功能喔 那也是跟Google這邊做的一個應用喔 好 那跟老師介紹完之後 這邊可以看到前面這邊大部分都是蔡老師所開發的喔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很早期的這一位叫Gasoling喔 Gasoling現在目前住花蓮喔 他基本上應該是 他是東華大學的學生 然後他也是非常非常重的自由軟體的那個 搞不好改天可以叫他過來跟大家見見面喔 他之前是在那個Mozilla 叫做那個叫Mozilla市面 對對對在Firefox在台北 然後後來他這一兩年搬回那個花蓮了 然後每天都是拍去爬山玩水的照片 害我們住在台北人都好生羨慕喔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Gasoling這時候他住的早期 大概像一些這些都算是蠻重要的喔 那其中有一個我覺得可能蠻有趣的 也是我們在日常生活可能會應用到一個叫LASS 好那各位老師幫我點擊一下LASS LASS的話是所謂的空氣品質查詢 空氣品質查詢 好那這個程式碼我不要了 我就稍微這個一下 稍微放大一點 好那各位老師看一下這個空氣品質查詢的部分 基本上分兩個部分 因為早期各校都有所謂的那個叫做空氣盒子 但是因為現在前瞻計畫沒有之後 那個空氣盒子就死了 他死的部分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那個網路不買了 所以如果各位老師您是在學校負責跟電相關的或資訊相關的 可能之前也會負責像這樣的業務 好那如果各位老師要把這個盒子回來 你們可以聯絡那個曾經助老師 或者是你可以問一下 他可以來幫你把他 就是你接你們學校的網路 你的空氣盒子就回來了 對只是因為他沒有網路 因為之前的話他們是買 可能買某一家電信公司的網路 所以他就啊 但是因為前瞻計畫結束之後 那個網路就不付了 不付就沒錢了 所以你只要接到一樣盒子可以用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他有配合這個計畫 那但是另外一個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我拉最後兩個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好來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拉這個 跟點一下 好那基本上這邊分成兩個大數據的資料 那上面這個大數據的資料 是各校各點的一個空氣盒子的一個資訊 那這個的話是屬於環保署的側站 好那我現在把這個打勾之後 各位老師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花蓮這邊有沒有側站 可以老師幫我們看一下 有嗎 有齁 我們在這邊花蓮有一個側站對不對 好所以各位老師其實很簡單 你這個往下拉一下 這個然後往下拉 拉到花蓮 好那花蓮的話你可以讀一些像什麼樣的資訊 AQI PN2.5 PN10 03 還有一些像這樣的資訊 好那這個部分的資料 全部他是去接環保署的大數據資料 好那各位老師他本來就是一個變數 所以你點擊他 他跑出一個值來 這裡那你可以用一個變數去接他 譬如說 現在你可以直接設一個變數是等於他之類的 好那 等一下 好類似像這樣就可以了 像這樣 或者是說您直接取這個值來做應用 那他就會去抓你當下的 或是當下的PN2.5 像現在花蓮的空氣品質就很好啊 久啊 對 那其他縣市可能就不一定了 就死擠了 對好 所以這裡的話就是 如果各位老師可以就是把你們學校的空氣盒子把它抓回來的話 那我想各位老師之前都有看過陳金柱老師的那個專案嗎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有嗎 我不確定 好那個之前那個陳金柱老師有做一個叫空氣品質查詢的一個專案 那其實這裡我們應該是看他們學校在這個部分做什麼 因為花蓮應該不用那個空氣吧 宜蘭的話也是可以不用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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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還是有規定學校要放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陳金柱老師他們的學校 那給老師看看 這是竹林國小 嗯沒錯 他就是自律於推動PN2.5開放資料應用的陳老師啊 你說這個嗎 是的 是的 在陳金柱老師的推動以下 宜蘭下的許多國小都用了我們這樣偵測PN2.5的裝置喔 這裝置可以撐配 這裝置可以撐配 當然啦 是不一致嘛 你找吃老師啦 GOGO 走走 陳老師好 嗨 你們好 老師不是不知道 適合才知道製作團隊 很高興今天又來拜訪你了 好 那你們今天要聊天什麼呢 好 陳老師 剛我們在傳統下面看到你們做了PN2.5的裝置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好 那個裝置主要就是讓小朋友在下課心或穿堂的時候 他可以看一下現在的空氣品質狀況 然後小朋友會決定他們要出去外面玩還是可以留在教室 哦 那可以請老師跟我們解釋一下那個裝置運作約定嗎 你們看到的其實只是一個電視 那他後面其實有一台電腦連上廣路 那在我們用教授工程式去抓取網路上面的資料 然後再透過電視寫出來 那老師可以在我們查學現在公司品質的開放資料嗎 好啊 那我們現在要來查詢吧 好 那其實這些資料最主要就是有兩種嘛 因為他們學校有這個空氣盒子 所以本身就是可以做這個資料的查詢 那就跟老師稍微做一下說明 然後各位老師看到的這個 因為其實當初我們在做這個最主要就是它吹得很厲害哦 所以這裡的這個裝置事實上是在竹林國小的 好 所以你也可以 呃 OK 我來我來寫做一個很簡單的程式哦 不好意思啊 我應該要少一下一點 好 那他們學校的這個裝置 就是你必須取得裝置的編號啦 不過現在很多都死了 那如果各位老師要查的話 可以點擊這個叫開啟臨時空屋觀測網 就是這第一支 你點擊之後它會帶你到一個網頁 好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 我們查一下花蓮縣 目前還有的應該都不多 哦 不錯不錯 我們還是蠻多 那我們就直接用這個學校當範例 這邊有一個是花蓮縣的嘉明國小 好 那目前可以看到他們的PM2.5大概是7左右 那因為時間久了 現在目前的濕度可能都不準了 都變100了 那並不是真的現在有這麼潮濕哦 好 那我就複製一下 好 那我把這裡換掉 我就這樣而已 好 那首先第一個 你第一個先抓一下編號 然後它會現在去抓資料 好 抓完資料之後它會說出哦 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說出一個7 把它放大一點 等一下 我先把這裡稍微 哦 7 它抓到了 就是這個7 那其實各位老師可以看到它抓到這個 所以它就會去抓那個資料 如果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你們學校的還在不在 哦 那 花蓮的學校還不錯 還蠻多學校的這個都還在 那所以代表有些老師也知道怎麼來讓它回來 所以也建議各位老師就是這個的話 你們可以讓學生提升一些對於這個空氣品質 還有環境的一些所謂的意識 好 那這個部分就簡單介紹到這邊 好 這樣可以哦 好 那老師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的部分哦 其他部分的話 大部分你會看到這個人 這個人叫做 這個人叫陳老師 就是這新北的退休文德國想 這個是自由軟體釘子戶啊 比那個邱老師還釘子戶啊 好 那他之前在台北推動一些像那個 甚至都是作業系統級的 那後來他有來協助我們這個做開發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功能哦 那像一般我們常用的像NQTT 9 Lotify 這些都是蠻好用的一些物聯網的部分 那裡面的話還有一些像所有的硬體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他協助來做改寫的 他協助來做改寫的 那他整個裡面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這個 叫讀寫Google試算表 這個算是這個算是最強的 這個算是最強的 好 那這個因為事實上是需要一點時間跟老師做介紹 所以我們可能到時候再安排一個特別是針對那個 雲端資料還有物聯網的部分 再跟老師花點時間好好把這個部分講一遍這樣子 因為目前Squatch最弱就是沒有資料庫 對就是你可能用一些像APP Inventor 他會有一些比較小型的資料庫可以做一些應用 然後可以做一些資料儲存的一些間接 不過他們現在也是可以連Google sheet 這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部分是我覺得他開發裡面最強的 那今天我們會用到一個是他做的 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這個叫做語音轉文字 那等一下我們會來試用這一個 語音轉文字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的大戶是日本的作者 基本上你今天看到很多AI的功能 大致上都是日本作者就是這一位 那他本身有出書 各位老師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這一本書 他出了兩本 他出了兩本 那這個的話還有曾吉弘老師有幫他寫一些推薦序之類的 對 書還蠻貴的啦 但是我是覺得可能上我們的課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買書 可以鼓動邱老師買書來送大家 我是覺得這還是行的 對對就是教育處這邊可以跟老師說明 他有出了兩本書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邊類似像AI的擴充功能 像這個ML2Squatch PostNet這些基本上前面你看到這幾個 都是這位日本作者 然後OpenAI今天我們用到是陳國全老師 幫忙寫的 然後這一個也是陳國全老師 所以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一個日本作者跟台灣作者 但是基本上全部都是Open Source 他們都是在網路上的專案 那我們把它拿回來之後我們會做一些簡單的調適 那像有一些的話本身沒有中文化 我們就協助他做中文化的部分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就大概說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就是OpenAI 好 因為我剛剛看到那個邱老師的講義裡面就有OpenAI的研習資料 對不對 就是在您的那個網站上面 欸我把你弄不見了 就是在那個邱老師的這個研習資料裡面 應該等一下 好 跟回去 好 在邱老師的研習資料就有一些像這個OpenAI的使用教學 那個邱老師學到都忘記了 轉貼而已 轉貼而已 轉貼喔 我是說你學到都忘記了 真的年紀大了 好 那各位老師現在就是整個國家政策對於人工智慧 Chap GPT的應用 大家大部分都有聽到 那像前一陣子的話 可能各位老師有聽到像那個軍醫這部分有一個叫 什麼J格拉底還是蘇格拉底 不知道各位老師有沒有聽過 就是軍醫這邊有針對一些比較使用比較 比較積極的老師會開始開放一個類似像類AI的功能 對 就有一種類似 對 就類似這樣 那它會提供一個比較AI對話式的互動 好 那各位老師所有的AI都是要花錢的 好 那這個 這大家心裡還有一點那個 對 所以其實像那種它就沒有辦法全部開放給所有的老師 好 好 那今天我們開始講OpenAI的部分 那也建議各位老師如果有可能的話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這個計畫 等一下 好 我開一下 再給各位老師的資料裡面 等一下 再給各位老師的計畫裡面有一個PDF檔 叫人工智慧教育計畫增見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可以就是看修老師這邊要不要協助各位老師來爭取一下 這個是教育部現在開始做一些補助 那它的錢應該是放在資格斯下面 對 然後它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是這應該是之前的計畫了 那它是111到 所以我猜應該接下來應該也開始要做計畫增見了 所以它可能就是 就是暑假 暑假 應該怎麼講 就是我們下學期結束就結束了 所以就是從大概 大概 應該可能 應該可能 八九月就可以開始RUN 所以各位老師可以看看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 它會希望可以做一些類似像AI的部分 那如果縣這邊未來想要發展像這樣的特色 其實是可以考慮看看的 它的計畫補助有國小國中跟高中 所以如果各位老師在國小 那我們今天介紹一些AI工具 如果老師覺得還不錯用的話 也可以做一些整合 但是這個計畫它其實會搭配一些教材 這各位老師可能之前有看過叫做和AI做朋友 各位老師可以用這個當關鍵字到網上去做搜尋 就會有一本類似像資科斯編的一些類似教材的部分 那但是裡面的話比較偏向很抽象的知識 那各位老師到時候可以用那個當作一個知識的理論的背景 然後再加上一些我們這些課程的實作來做一些實作 那也建議各位老師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申請看看 或是花蓮這邊也可以組成一個團隊 不要說一個人單打獨鬥 就是兩三位老師然後大家一起慢慢做 我覺得也還蠻不錯 就是大家一起玩然後有趣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第一個 我們第一個要講到是這個OpenAI的擴充功能 好那我想各位老師現在用ChatGPT應該是很平常的 像各位老師到學期末要給學生評語 對有時候覺得哇真的不知道講什麼 對那你就可以讓ChatGPT幫你做一些深層 就是幫我深層對就是關於什麼方面的評語 然後然後把它分成去譬如說優啊特優優什麼的 然後不同的學生的類型給不同的評語 他都會幫你深得很好 甚至我們之前在做研習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教案的深層 好那今天的話我們就可能從這個部分來做一個討論 所以各位老師是不是幫我一個忙 我們首先先幫我開一下就是我們現在是在這個頁面對不對 在這個在這個頁面 好那各位老師因為我們剛剛掛了幾個擴充功能 那如果老師發覺你的電腦有點慢或什麼之類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先關掉 我先把它關掉然後再重新再開一次 好那我現在有把它加來 然後這這樣子的話就是一個一個新的專案 好那我們在這邊稍微等一下老師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我們的OpenAI的部分 好那各位老師OK之後 我們一樣往下滑到這邊來按一下加鍵 好然後再往下 好那我想整個在做AI導入的部分 就是可能很多時候是需要讓學生能夠稍微體驗 所以在這邊的話可能有一些體驗的部分 我們可以試著可以從這個Squatch這邊做 甚至後續的應用也可以 好那各位老師這邊到最下面這邊有個叫OpenAI的擴充功能 那老師幫我點擊一下 好那我們在這邊等一下各位老師 我們先幫我拉第一個跟第二個程式碼 好那OpenAI基本上 基本上它有這個 它有這個 Leonardo的這個生圖 那另外還有一些像 像CheckGPT的這種 叫生成式AI的一些文字的部分 那我們先體驗生圖的部分 好那各位老師 我們現在幫我拉第一個跟第二個程式碼 我們把它接起來就好了 來我們看一下 好它的語法也很簡單 第一個它要你的API Key 第二個它問說你要生圖對不對 好那你告訴我你的大中小 然後你要幾張就這樣而已 好那接下來的話 各位老師我們來給它一個簡單的描述好了 好那各位老師這種東西就是天馬行空 電動 譬如說我講電動車在花蓮 好老師就可能隨便打一個 這個我們在 在我們 如果各位老師有去做一些 CheckGPT的研習 這個叫Prompt 就是所謂的提示詞 提示詞 那各位老師你的提示詞當然越完整 越描述的越好 當然就可能生成的圖 會跟自己所想像是比較一致的 好那各位老師OK之後 接下來現在它需要一個API Key 好那各位老師我們簡報這邊 這邊我有提供四組API Key 老師隨便call一個 好就複製一下這就是Key 好那這邊的話就 各位老師我們就把它Ctrl V 這樣就可以了 好來那 我們老師看一下這樣可不可以 好 這樣就可以生圖了 好處就是 但是你也可以 現在OpenAI生圖很麻煩 所以這個部分的確比較容易 但是如果你用一些像Bing 它本身也有一些生圖工具的話 事實上是不用錢的 這個可能就是帳號的部分 弄一下應該還好 好那各位老師就點擊一下就可以了 可是要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因為它需要一點點時間 這是跟我預期的不一樣 我是希望它電動車在花蓮海邊行駛 但是感覺好像 這是像電車 好那這個是一個AI生圖 那各位老師 這個圖你可以另存圖片 如果不喜歡可以再來 老師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那我原來的那個Prompt 是富士山下的咖啡廳 老師可以玩一下 那你可以針對這個圖 你也可以自身兩張或三張 你可以玩一下 好那這一張可能 可能會比較接近 但是如果你有花錢去買一些 像Meet Journey的可能會更漂亮 說到生圖專家在這裡 這個圖你怎麼能夠接受啊 不過就是讓小朋友玩一下 就是你可以提供給不同的Prompt 他可能會給你一些不同的圖 像這樣 然後這個圖你也可以後續應用 按下右鍵另存圖片 譬如說有時候你要做做簡報啊 什麼之類的話 還蠻方便用的 好這個部分 給各位老師做一下介紹 好那 老師都可以 可以 好那如果剛剛來的老師 可能可以看一下 我們今天所有的講義 都在邱老師的這個部落格上面 那邱老師已經太有名了 你只要打什麼邱文聖啊 什麼之類的就有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叫最新的地方 這邊有今天的這個演習的內容 可以看一下 好那各位老師都OK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CHAT GPT的部分 就是比較偏深 就是深層式的這個部分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簡報 好來那各位老師喔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就是在這邊有幾個 有幾個可能會看到 好第一個當然他一定會要你的Key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設一下你的AI模型 好那各位老師這邊是可以點擊開的 那一般來講 我們當然都喜歡用GPT 4 那當然也有GPT 3.5的 這各位老師可以選擇 好接下來我們就設定AI的身份 好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可以跟小朋友互動的 就是說今天我們在使用AI或是CHAT GPT 你可以跟他講請他扮演什麼角色 比如說你是一個老師的角色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比如說你是占星師 算命的 或是你是一個戀愛專家 或是你是一個什麼什麼的人 那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對這個問題可以提供一些限制 比如說你可能跟大家講 就是非常簡短的 用50個字把它講清楚 然後接下來呢 你要問的問題就放在聊天內容 好那這個部分各位老師應該是比較熟悉的 但是這邊可能是比較不熟悉的 這邊的話設定最大代幣數最主要是 我們每次在做AI生成 他會扣你的Token就是代幣 不過等一下老師我也給你看一下 我最近被扣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其實還蠻那個 就是即便我們自己去買一個帳號 然後來給學生用其實是可以的 或是老師未來可以申請一些計畫 或是我們教育部可以買一些給老師來用 那另外有一個叫輸出溫度 那這個各位老師聽到這個溫度 也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 溫度其實它就是0跟1之間的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輸出是0.5 代表它是0的時候越接近真實 那1的話就比較跳脫比較有創意 好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可以讓小朋友去玩的 就是說讓他知道就是AI也是那個鬼鬼鬼鬼 就是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 你可以聽聽看 好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其實它有設定 第一個就是它可能叫教師 然後用減要的方式說明一下什麼是物聯網 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的話 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它的Output 這個Output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講話就非常那個 當然啦小朋友 物聯網就像是我們的玩具 和其他的東西都可以互相說話一樣 所以其實我有讓他扮演一個 非常有耐心的國小三年級的老師 所以像這種的話 其實老師是可以讓學生去玩玩看 就是當你給AI不同的角色 AI能不能針對你的角色來 來跟你做一些回應 好那各位老師我們就來玩一下好不好 好那剛剛我們已經到這邊了對不對 好那各位老師我們現在這個圖的部分 我們可以把它拉到旁邊 我們的API Key還是一樣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要告訴他我們的AI模型 好那各位老師這邊是可以選擇的 那我們就直接用Default的4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盡量讓學生練習 有這個AI的RolePlay的部分 那各位老師你可以填 看要填什麼 譬如說 有 類似 好各位老師你可以自己這樣想 好接下來的話代幣數你要不要設都無所謂喔 好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是可以玩的是這個 就是輸出的溫度 這個部分等一下我們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我們先給他一個叫0 等一下你可以給他一個1 然後看他的Output 你可以去比較一下 這個你可以試試看 好那接下來的話 你也可以給他一些形容詞 譬如說跟他講說用多少個字啊 簡要啊 然後就是用容易了解的文字啊之類的 譬如說 好那各位老師喔 對AI喔 千萬要當當什麼叫灌老闆對不對 就是你就是對他 反正他有表現不好的你就要告訴他 你這個要好好弄 不像我們平常在跟公司的 或是學校的老師那個邱老師 我很婉轉的跟他講一件事 他就講說喔你原來要跟我講的是這個 那不用你就跟他講 實用易懂的語言或文字 類似 你就是直接要什麼跟他講 好那你這邊的話就是 譬如說我跟他講 好那各位老師這個我的題目有點無聊喔 就是什麼說明何謂物聯網 那你可以跟他講什麼是人工智慧 使用易懂文字並且舉例說明 對各位老師這個你可以自己想 好那因為我現在把他的真實性 就是把他的那個輸出溫度設成零 所以可能應該就是一個比較如實的答覆 所以各位老師你可以讓學生去玩 就是不同的東西可能會有不同的回應 讓他知道AI是非常AI的 好那各位老師這個接下來你麻煩幫我一下 他這邊有一個有一個積木 但是我現在看不到等我一下 好我稍微把它變那個一點 好那整個當你跑完之後 他會把這個存在一個變數上面 就是這個變數 叫做AI回應訊息 所以建議各位老師把這個打一個勾 等一下我們可以稍微在這邊可以看到一下這個回饋的部分 好要放在這邊 我再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好所以他會回應到這 好那各位老師就可以執行了 然後一樣會等一點時間 好那他就出來了 那各位老師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就有一個文字在這 好那這個可能各位老師看的會不是很清楚 沒有關係 好各位老師這邊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好這邊的話呢 各位老師這邊有一個程式碼 就是說有老師說那我現在生下來之後 我可能想要把它放在哪裡 沒問題 各位老師在這個最下面 有一個叫複製什麼到剪貼布 好各位老師我們把他的這個訊息接起來 意思是說當我點擊之後 他會把它存在你的暫存上面 所以我現在隨便開一個類似像 Word啊或是其他的notpad啊 像記事本的部分 比如說有時候你會讓學生來做一個資料整理 對不對 好那你就可以Ctrl V把它出來 像這樣他就幫你存到這個暫存的部分 對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不是讓同學 不是讓同學 讓老師們稍微玩一下 很建議各位老師 你可以去調一下他的這個參數來比較 我想這個部分的確是未來 我們在面對我們的這個學生的時候 我們可能慢慢要讓他們知道 就是說很多時候 我們要從AI裡面 敲出一些我們自己想要的答案 事實上我們會需要在Prompt上 就是我們怎麼樣放提示詞這邊 來做一些處理 做一些處理 好我們給大家一兩分鐘的時間玩一下 那看一下有沒有老師會怪怪的 或是做不出來之類的 好像這個部分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調一下他的創意 看看會不會有不一樣 然後你甚至可以把他的角色變成是說 假設我是針對幼稚園的兒童 我要講這個 我要怎麼講 都可以 好類似 好因為我們現在我們的國家政策 最多都是講AI的部分 那生成式AI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不管是從問題變成文字 或者是我們現在的所謂的文生圖的部分 像邱老師應該文生圖的部分已經很厲害了 都可以生一些 對 你平常是用什麼生圖的 對 喔 哇 這免費生圖工具 非常值得推廣跟介紹 他現在經營他的臉書 大概就靠來吸引人家的目光了 OK 好 那天 我昨天剛好去羅東國中 跟老師聊天 聊這個 這個還蠻有趣的 各位老師 阿超老師每次會跟我講一些有的沒的 這等一下會被剪進去嗎 他說 老師 這個OpenAI很好用耶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它跟那個算命的接在一塊 然後可以讓學生輸入不同的文字 然後來判斷他的運勢如何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說 就是有不同的這種占卜跟那個浴室 那反正OpenAI就是 就是他就隨便亂講 對 那但是就是有那樣子的這種不確定性 其實是還蠻有趣的 所以各位老師可以想做一些不同的應用 那或者是各位老師有時候在課堂上 跟學生講一些專有名詞的時候 如果覺得那個的話 其實可以讓學生來玩玩看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那各位老師現在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老師 那這個API Key從哪裡來 API Key通常都是要買來的 不過基本上非常的便宜 我那時候好像花了10塊美金吧 我本來買20塊他不讓我買多 然後我這次我已經開了好多次研習了 每次都用不完 對 所以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 他其實非常少 就是什麼0.12啊 如果你丟10塊美金的話 大概300塊台幣都可以用蠻久的 對 然後可以跟老師講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 現在目前OpenAI有兩種購買的方式 我這個是只有買API Key 這是一種 這種的話就是你用多少 儲值多少 譬如說我付10美進去 10美花完了之後 就不能用 就這樣 但是另外一種就是 如果你是重度依賴OpenAI 他們好像是買月費的 那一個 所以各位老師在看到 就是說我們進來的時候 它其實是分兩個部分的 那我是用這個部分 是OpenAI 就是那個API的部分 那透過API的部分 我就可以去做我的Key 那Key的話就是 你直接就是可以做增加新的Key 然後把這個Key把它把它貼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那這個老師到時候可以看一下 對 目前看起來還蠻省錢的 我10美金 然後到現在好像 才用多少錢 看一下 它的融資 對啊 都很少 我才花了 對 剛剛你看老師你們剛剛這樣弄 可能也才弄了1美金左右 你看那麼多 而且重點是我們還深圖 深圖通常是比較貴的 如果各位老師有買一些外面的 像那個Meet Journey的話 每個月可能 大概也需要一點錢 幾百塊這樣子 好 那各位老師就介紹到這邊 好 那各位老師喔 像這樣子伸出來的內容 其實是很boring的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有趣的話 你可以讓它讀出來 讀出來 那讀出來的話其實 其實也是類似到AI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也跟各位老師 稍微講一下 對 好 老師 基本上在這邊的話 有一個工具叫做文字轉語音 所以如果各位老師 有時候覺得就是這些字出來之後 小朋友根本也不喜歡看 所以你也可以讓他去念出來 譬如說要念出這個AI的回應 讓他念出來 好 我就稍微停一下 就是說你可以用念的方式要念出來 讓小妹會覺得比較有趣喔 那如果你要讓他更有趣的話 你可以有點像是那個 逐字稿的部分出來喔 那這個部分的話 各位老師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幫大家準備了一個檔案喔 就是從你電腦上挑選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範例程式裡面 這邊有一個叫OpenAI的擴充功能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叫OpenAI的應用 各位老師我們把它開啟一下 好 好 那各位老師這一支程式喔 現在我們目前在寫程式 我們大概會做一些簡單的 所謂的系統拆解喔 那這個邱老師是其中的翹楚 我現在連杯子 我那天來花蓮 那杯子裡面都用這種什麼 運算思維心法 大家如果沒有拿到這個杯子 還可以跟他要 都來參加他的演習喔 還送杯子 好 那裡面的話就是有關於系統拆解的部分 那在這裡也跟各位老師說明一下喔 通常我們大概就是有兩個呈現方式 第一個當然我們就是詢問AI問題喔 那接下來AI怎麼樣把這個回應給我們喔 那當然剛剛各位老師可以用語音的部分 來呈現喔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也是可以用這種類似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那不過各位老師如果之前有做過一些 像那個國小動畫組的時候 可能會讓他的文字一個一個生出來的話 欸我現在是用這樣寫啦 那各位老師可以用其他字串處理的方式來處理喔 那我在這邊稍微演示一下 欸不好意思我來演示一下 好 那各位老師我就直接我就一起演示好了 好 第一個就是我先詢問AI 那各位老師這個跟剛剛看的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兩樣 那我就讓他再跑一次 我們先問AI問題讓他有個回答 好那我們等他一下 好那他跑出這個回應之後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話叫回答問題喔 那這個問題的話各位老師可以看到這個是很典型的一個 那個4回圈的處理方式喔 第一個他先抓這個這個字串 就是我 這個字串有多少個字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他每次在refresh的時候 他會抓第一個到那個編號的字數 所以會產生一個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他就會逐字產生 那我稍微把這個部分 稍微那個一下下 各位老師可以看到是像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那這樣的效果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可以讓小朋友跟著一起唸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調整他的那個字數的快慢 小朋友才會真正看啦 不然你說你這麼多字給小朋友很多人都不看了 所以你也可以試著就是用這種方式類似字串處理 那這個部分就提供各位老師做參考而已啦 就是你整個怎麼樣來做AI的一個回答的呈現 好那我們到這邊的話 我們open AI就ok了 好那接下來喔 各位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我本來實際要先進語音喔 但是我還是想先進影像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簡報 各位老師我們看一下簡報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叫AI影像辨識 好這是我們的第四單元 我們先進第四單元影像辨識的部分 好那影像辨識的部分的話 目前我們在國小的微課程裡面有做 就是剛給各位老師看的那個單元 就是那個剪刀石頭布的單元 好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跟老師一起來實作這個單元 好那在這邊先跟各位老師說一下 整個AI影像辨識在OSEP裡面有兩種模式 好那老師容我這個先關掉 我再重開一遍 好來老師幫我們看一下 好AI影像辨識在整個OSEP裡面有兩種模式 好第一個叫ML2Squatch 好那這個的話它本身就內部有一個Library 可以去Call 然後可以用 所以你整個在使用過程當中 你不會離開Squatch 你就一直在這個程式裡面用 好這是一種 好另外一個呢 是這一個 叫TM2Squatch TMT是指的是Teachable Machine 好那各位老師應該之前 之前都有都有受過訓練吧 大部分老師應該都有用過這個來生成影像模型 聲音模型或姿勢模型 來看 大哥你的研習辦得太偏頗了 現在這不是我負責的 所以我三年沒有碰 這更偏頗 好 那個Teachable Machine基本上是Google的一個部分 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體驗一下 它可以協助我們產生模型 那各位老師可以看到 其實這一張圖 我們可以從這邊這個圖稍微看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有兩個所謂的標籤 那你可以看到當它給它一個訊號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它比較偏向哪一個 那所以它其實開始就是做一個有點像辨識的部分 跟各位老師說明 好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叫ML2Squatch開始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把它點擊一下 好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 好 那各位老師你先看一下 你點擊之後你會不會把你的這個帶出來 帶出你的這個畫面 我們先等各位老師 我們先那個 當你開的時候它應該D4會把你的攝影機 會把你的視訊打開 好 那這裡我們先等各位老師 好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影像辨識 那我們現在目前的工具就是各位老師目前的攝像 就是你前面這個網路攝影機 那如果網路攝影機現在有開不出來 老師可以稍微舉手 我們現在有 就老師可以幫我們 幫我們稍微看一下 可以出來 可以出來 有沒有老師 網路攝影機沒辦法開的 好 那如果老師你發覺你網路攝影機 沒辦法開 你可以到這邊下面稍微找一下 有個視訊色違 好 那你看看能不能做一下開啟 點擊一下 好 這是一個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 基本上我們OSEP大致上都是用Chrome瀏覽器 因為我們很多的硬體的API處理是用Chrome的那個 好 那各位老師這邊有一個設定的部分 你也可以查一下 好 這特別是你在教室要幫小朋友除錯 小朋友攝影機開不出來 或是等一下麥克風不能用的時候 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個三個點 你下面有個叫設定 好 幫我們點擊一下設定 設定這邊有一個第三個叫做隱私權和安全性 好 各位老師可以稍微看一下這裡 點擊一下 好 那這裡的話可以讓你查出來 就是你現在這個網頁或網站 用的是什麼樣子的這個裝置 好 移到最下面的地方 這是隱私權和安全性 這邊有個叫網站設定 好 各位老師看到 來再幫我點一下 等一下就再往下滑一點點 好 因為有時候老師平常不很常用 所以有時候可能會忘記那個位置 好 各位老師你先看一下你的攝影機 好 好 那這裡的話攝影機你就可以挑 好 像現在我目前的話 接了幾台攝影機 一台是這個D4的攝影機 那一台是我現在有裝這一支 好 所以老師你可以挑你要哪個鏡頭 都可以 好 那我現在就把它喬到我這一支 這一支我叫C99 Pro什麼的 那各位老師你先確定 如果你可以抓得到就OK了 好抓得到就OK 我把它切過來 欸 好像沒有被切到 我要再關掉 再試一次 好 好 那這個叫做機器學習 好 那各位老師你可以看到我已經抓回來 這裡了 他已經抓到我 好 那這裡可能也一樣 差不多應該 應該 一樣方便 一樣不方便 OK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都OK了 大家都有一個攝影機可以用 不好意思 我動來動去 好 來 好 那各位老師接下來 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要來做機器學習 那機器學習的話 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 那機器學習 基本上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勾幾個 勾幾個 勾幾個 我們讓他來做一下學習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簡單看一下程式碼 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讓他學什麼 學這個標籤 這是學習標籤1 讓他學十字 好 那各位老師我這樣講 可能有點抽象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做一下下 好這樣可以 好 那我回到那個我的這裡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看一下 好 來 那各位老師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叫學習標籤1 好 我們把它拉進來 好 欸 各位老師我覺得我有點懶 我們直接用我們的程式就好了 來 那不好意思 你直接從你的電腦挑選就好了 好 那我們到我們的第四個 AI影像辨識這邊 這邊有一個叫機器學習實作 好 各位老師幫我們點一下 然後我們先開一下 這樣比較快 好 決定 好 我先把它縮成 像這樣 好 好 好 那 各位老師我們現在已經開出來了 好 開出來之後 各位老師 我覺得我們這邊的文字用的不是很精準 首先第一個它是機器學習 所以第一個你可以看到這邊應該是學習 應該不是辨識 他要先學 然後你要讓他學十次 好 大家可以看得出要學十次 好 學完十次之後再學第二張圖再學十次 好 學好之後呢 他就會做一件事情 當他發覺這是第一張圖的時候 他會說這是第一張圖 這個是第二張圖 好 老師我現在講得越來越抽象了 各位老師我們就試一次給各位老師看 好 那首先程式執行是類似這樣 好 希望我的這個 好 我先點擊這一個 我先點擊這一個 好 那我先想好我的第一張圖要做什麼 看一下我沒有什麼圖 好 那太好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發一下東西給老師好了 這等一下老師可以有一些這個 等一下我們請蔡老師來幫我們發一下 老師 這邊有一些 這個可以借老師用 這給老師這張好了 這樣可以嗎 有一些圖 欸我還有 欸我還有一個藥丸 我還有一個藥丸 這有人拿一下 老師這個就說 老師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欸這個蔡老師 這個 給這個人就好 這個 這個等一下 老師這個我先等一下 然後 老師這個 這個藥丸 欸 這個 等一下 等一下 然後 然後 請蔡老師給我 好 這老師這個就是一個藥丸 啊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面素利達摩 每個老師拿一張 好 我們有兩張圖 這樣可以 好 這個圖 比那個 像我 我準備這個 可能圖有點小 好 老師可以 好 那老師如果OK的話 老師可以試著先擺一下 好 那基本上 老師您的背景喔 最好是越乾淨越好 但是有時候也有一些 不可抗力之因素喔 那如果有時候真的太花了 有時候他會辨識不是很好喔 好 來 那各位老師我們先隨便挑一個 那我們先從這個面素利達摩 開始喔 好 那等一下我們要讓他學 對不對 各位老師學的時候 你要轉不同的角度 餵他 不同的角度餵他 好 那我們就試著各位老師 幫我點擊這個 當 當 收到訊息 你可以發覺現在他 他現在學習標籤音的數量是0 好 我們點擊下去 好 那我們都是面素利達摩當第一個 好 先叫你準備 好 那你就說 好 懂了懂了 好 好 那接下來等 等之後他就開始學了嗎 好 那各位老師你可以看到 你的數量開始變不一樣了 好 那記得讓他學的時候 讓他學各種不同的角度 還有不同的可能 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 當中他做影像辨識的時候 沒有辦法就是 你懂的 就是剛好那個角度 對嗎 他剛好長那個樣子 有時候 有時候會有不同的樣子 好 好 他已經學完了 他學十字了 好 好 那我們這邊 Default讓他學十字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第二個 標籤2 好 標籤2各位老師我們就換另外一張圖給他 好 然後我們再點擊一下 讓他學一下標籤2 那我們現在目前標籤2是0 好 好 好他開始學了 好 那各位老師可以給他不同的角度啊 給他放一下 好 好 他學完了 好 學完之後呢 其實這一支程式是這樣的 他就會開始 開始去看你到底現在是什麼 但是我現在什麼都沒給他 他只是自己去看比較像哪一個 但是你一旦有了之後 你應該可以發覺 好 這是第一張圖片 這是第二張圖片 這是第一張 好 這是第二張 好 那當然各位老師你也可以把這一個 第一張第二張把它改成 比如說這個是軟膏 這個是藥丸 類似這樣 就更有 更有指向性了 可是你會發覺其實還不錯 效果還蠻好的 基本上我們就在這邊做就OK了 就可以了 這就AI影像變式了 好 成本 你要有網路攝影機 我們今天本來下午要去預理的 然後那個 那個誰 那個 國安他們好像還有別的研習 但是 但是有些 有些 有些學校的確是沒有網路攝影機 所以這個可能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還有就是說 有老師會問說 那我們學校有PAD可不可以 PAD應該也可以 iPad或是Android Pad 只要你有網路攝影機 大家上來講應該是可以的 如果老師到時候有一些問題 要我們幫忙測 我們可以幫忙測 因為的確網路攝影機 很多學校沒有單獨買 它部分都是跟著你的載具去跑的 好 各位老師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各位老師我們這麼辛苦對不對 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不花很多時間去訓練它嗎 那訓練它事實上 它會產生一個叫模型檔 一個模型檔 好 那各位老師我現在就稍微停一下 到這裡我們稍微往下滑一點點 好 這邊有一個叫下載學習資料 好來各位老師我們稍微看一下 在這邊 這邊有個叫重計 這邊有個叫下載學習資料 好來各位老師我們把這個 把它拉過來 好來等大家一下 好 有個叫下載學習資料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點擊一下下 我們來點擊一下 好 你有注意一下它會幫你下載一個叫JASON檔 這個就是你的模型檔 好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對不對 他有時候做這個 沒有辦法一次做完 譬如說 他可能模型可能要多訓練幾次 好 那今天做完之後下一次又再用 好 那我們來模擬這樣的情境 好 各位老師你幫我一個忙 叫下載學習資料幫我下載一下 這樣 好 那我們就等在這邊 好 那它會下載到我們的下載資料夾 好 那這邊的話老師我這裡就先假裝把它關掉 好 剛剛的東西都忘記了 我再重開一次那個檔案 好 各位老師看一下 好 好 檔案 從電腦上挑選 好 剛剛這個機器學習實作的檔案 我把它打開來 好 各位老師你注意一下 它現在一次都沒有被訓練 對不對 好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稍微往下滑一下 這邊就是剛剛這個擴充功能 好 剛剛我們有下載一個學習資料 好 那現在這邊有一個叫上傳學習資料 我們把它拉過來 好 好 那我們 我們想說之前都已經訓練過了 我們現在就是讓它用 或是 老師不想要學生花時間做訓練 今天就是來做辨識 還有寫後續的程式 好 那你這邊點擊一下 那你選擇檔案 好 選一下 好 那剛剛我們在下載資料夾 有一個JASON檔 好 這個指他 好 來我們做一個叫開啟的動作 好 那我們接下來按上傳 好 你會發覺我們現在沒有學習 但是 他一樣他學會了 好 這樣可以 好 好 那各位老師如果現在跟我一樣看到這個畫面有點霧霧喔 這個可以瞧一下 等我一下 如果各位老師看到這個畫面可能有點霧霧的話 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他的這個視訊偵測的這個工具 就是原來Squatch裡面的 然後他這邊應該是透明度有被做調整 所以老師透明度可以把它調成 我忘記是要調0還是調100 調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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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夠又回來 如果老師跟我一樣他會自動載入一個預設的這個的話 就大概調一下 好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現在剛好10點半了 然後我們邱老師幫大家準備了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就休息個10分鐘好不好 我們大概10點40左右回來 這樣子 慢開始喔 那剛剛謝謝各位老師的一些問題喔 其實都非常的好喔 我可能開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剛剛其實在我們的那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 微課程裡面有講到這個剪刀石頭布的部分喔 那大家 各位老師剛剛就可以舉一反三啦 就是說我們可以做 譬如說像剛剛的這個 藥丸跟軟膏對不對 那一樣你也可以讓他學習剪刀石頭布 學習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就可以來跟電腦PK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微課程 各位老師就給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在我們微課程裡面 有像這樣子的一個學習內容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參考上面的部分喔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來玩一下下 玩一下下 好 那各位老師一樣就是 請你幫我們把那個OSEP打開喔 好 那基本上喔 因為OSEP一樣就是可能 各位老師在開攝影機的時候 還有可能就是 盡量就是網頁上就是只有用一個裝置 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同時開數個 可能有時候會 會那個 對 所以就跟老師做一下說明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現在就從電腦挑選 好 那不好意思喔 看一下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範例程式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AI影像辨識 好 那這邊的話各位老師我們就來看一下 單元4的部分 好 單元4的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 其實各位老師我們就稍微理解一下 就讓大家知道有這個應用 如果老師未來有興趣的話 可以那個 可以用 好 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們 我們從頭走一遍 好 來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畫面 好 來我們先開一下等大家 然後我們稍微來做一下說明喔 好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要讓他能夠跟電腦玩 剪刀石頭布的遊戲 那我們就讓他先學 什麼叫剪刀 什麼叫石頭 什麼叫布 學完之後 好 各位老師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空白鍵的地方 好 這時候的話就是我們是玩家 我們叫出拳 當然一下空白鍵的時候他會先跑這一支程式 叫玩家出拳 好 那各位老師看一下玩家出拳 他就會去找就是我們這個標籤 各位老師看一下這個標籤是指的是哪一個 指的是哪一個 如果是1的話就是剪刀 2的時候是石頭什麼的 好 那接下來呢 他會是 那個電腦出拳 好 那電腦出拳的程式在電腦 在這支手上面 好 各位老師可以點擊一下 好 那電腦出拳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基本上是用亂述的方式來處理 好 那之後呢 他會去做判斷 好 判斷的部分好像是寫在 看一下 好 最後會做一個叫做判斷勝負 好 那稍等我一下 好 判斷勝負在這邊 好 那如果玩家出什麼 就怎麼樣 好 那這個的話 其實對國小學生來講 是可以負荷的 就是只是老師要把這些規則 先跟同學討論一下 好 譬如說玩家出剪刀 電腦出剪刀 這個算平手或什麼的 寫出來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就一起來玩一遍 好 那首先因為這個部分我們並沒有做那個模型 好 所以各位老師我們就這邊來看一下 他的程式是這樣 這邊有一個叫做辨識剪刀 辨識石頭跟辨識布 好 那老師我們就不用這個 我們就用點的方式來做 好 首先各位老師看到這個叫做 當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你要擺手勢 然後這一次他會學習30次 好 那各位老師你就擺你的剪刀的手勢 好 那我們再試試看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就開始囉 請老師就是直接點擊當收到訊息剪刀 好 剪刀 那這是學習標籤1 好 那他會叫你準備 然後這邊他跟你講 好 那你就說確定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等他就可以開始 那各位老師你可以看到你的標籤1的數量 開始增加了 好 好 那通常來講 大概比較好的辨識 大概像剛剛的那個10次是絕對不夠的 絕對不夠的 那30次可能是一個比較 比較decent的 就是可能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數量 甚至可能會更多 好 那等一下各位老師也會察覺到 就是他對於剪刀跟布好像有時候會辨識不很好 好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現在完成了標籤1的辨識 他辨識了 他抓了30張圖了 好 接下來各位老師我們再滑到旁邊去 叫做辨識石頭 好 辨識石頭 好 那各位老師一樣在我們的攝影機先擺好石頭 然後我們點擊一下 好 好 那讓他抓 好 來 那各位老師注意一下你的石頭 有時候近有時候遠 然後各個不同角度 好 那辨識不是百分之百 有的時候可能會 會不很好 那等一下再跟各位老師說明一下 好 好 可能有各種不同的石頭 因為在玩的時候可能會有不同的角度 好 好 那各位老師OK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滑到旁邊去 好 我們來看一下辨識布的部分 好 來各位老師我們就點擊一下 然後你準備好你的布 好 通常像這個ML機器學習 事實上是非常花時間的 所以剛剛有跟老師說 就是我們每一次就是你的學習的這個 所謂的模型檔 事實上是可以下載下來留著 下次再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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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老師都學習差不多了嗎 好 那如果你已經學習差不多的話 您可以玩玩看 其實在這邊它已經具備了這個辨識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事實上看一下 你比的時候 剪刀是我們的第一個 看它會不會是一 石頭 不 好 好 那剛剛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有些老師發覺 這個某個模型 譬如說我的第二個模型的辨識度超差的 真的是不行了 好 那不行怎麼辦 不行有兩種解決方式 一種就是再訓練 好 譬如說你發覺你的 你的這個所謂的剪刀很很落差 那你就再按一下 多學一下 譬如說我讓它再多學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就開始增加我的這個標籤的數量 好 那隨著它多學之後 它會辨識 這一個姿勢可能會更好 好 可能更好 好 那我先讓它跑一下 好 這個是一個解法 好 就是讓它再多學一點 好 好 好 那多學之後如果你還發覺還是不行 還有一個方式叫打掉重練 好 打掉重練怎麼辦呢 就是各位老師我們到這個ML to Switch這邊 好 我稍微放大一點 好 各位老師看一下 這邊 在這邊的功能裡面往下滑一點 這邊有一個叫重置 有一個叫重置 好 那如果各位老師覺得都不行的話 你可以點擊叫重置所有量 但是你現在不要點 你剛去念就有可能白費了 所以我先做一件事情 我先把我剛剛的先下載一下 不然的話等一下我要重弄 好 來 那譬如說假設您覺得您的某一個 譬如說我覺得我的剪刀不行 那我的剪刀是標籤1 那你可以重置單個 好 那我按下去的時候 它這個剛剛訓練的東西 就會化成烏有 就變0了 那我就得重新訓練 好 那如果我覺得都不行 你可以重置所有量 好 那因為各位老師 我剛剛已經有下載我的學習資料了 所以我現在敢做這個事 不然我等一下還要再重新訓練一次 那會非常煩 好 那我現在再上傳 把我的資料再上傳回來吃進來 好 所以跟老師講 有兩種方式 好 兩種方式 應該是這個 好 那這樣OK 好 那各位老師 我們現在都已經學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來讓他來做一下真正的這個 好 接下來下面的程式是這樣走的 當他已經學習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用空白鍵來控制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就跟著他來玩一下 首先他會廣播玩家出拳 那他會有一些提示的部分 好 那其實這裡我應該可以給他全螢幕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就按下空白鍵 他已經抓到我出石頭 電腦出石頭 好 所以是平手 好 那各位老師先準備好你要出什麼 好 比如說我現在出的是剪刀 好 我就按下去我的空白鍵 好 玩家出的是剪刀 電腦出的也是剪刀 所以我們又平手了 好 再來出布看看 玩家出的是布 好 電腦出的是剪刀 所以是電腦勝利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老師可以在課堂上跟小朋友互動 來看看就是電腦的勝率 好 不過這些全部都是亂數 用亂數的方式產生的 好 好 那這個譬如說我現在出的是剪刀 對不對 好 然後我按下空白鍵 好 我出剪刀他出布 所以 我贏了 耶 好 類似像這樣 好 那老師可以玩一下這一支程式 那我想這個 這個部分的辨識可以做很多相關的應用 那老師可以 可以就是做一下 好 那這樣老師OK了 好 那剛剛我們講到影像辨識分兩種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ML 那接下來我們就跟老師分享一個我覺得真的非常棒的就是Teachable Machine的部分 好 那Teachable Machine的部分 各位老師幫我輸入一個關鍵詞叫Teachable Machine就可以了 好 那T-E-A-C-H-A-B-L-E 大概你打這樣子他大概就知道你想要幹什麼 Teachable Machine 好 那各位老師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部分 是因為很多老師每次都覺得我們每次要用一個服務都要學生的帳號跟密碼 然後Google認證 如果你不是用Chromebook 不是一剛開始就已經認證完了 你現在開始就頭大 可是等一下老師你可以細細的品嘗一下 Teachable Machine基本上你做到最後都不需要登你的帳號跟密碼 所以這個是老師來講就覺得很容易的地方 好 那另外就是如果各位老師覺得這些文字是英文的 那你可能可以用一個類似像翻譯的功能把它翻成中文 翻譯好像是這邊 這邊好像會有一些功能是翻譯 拉到最底下就可以去中文 好 好 老師 這裡 對 網頁拉到最底下 網頁拉到最底下 好 這邊就可以翻成中文 好 那老師您就可以自己自己調一下語氣 好 那謝謝老師 那這樣的話其實在使用上就方便很多 好 這樣可以 好 那在這邊跟各位老師做說明一下 Teachable Machine可以做幾種模型的建立 一個叫圖片 一個叫音訊 一個叫知識 一個叫知識 好 那這個各位老師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就必其功以一役 我們全部都講一遍 然後各位老師試一下 好 那這三種得出來的模型都可以在我們的Squatch做處理 好 首先各位老師我們就是開始點擊就是開始使用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看到像這樣子他幫你分成了三種專案 好 那我們從最簡單的叫圖片專案開始 好 那各位老師幫我點擊圖片專案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通常就習慣用這個叫標準圖像模型 好 那我們到這邊先等一下各位老師 好 你會看到一個類似它就是一個架構是空的 好 好 那 各位親愛的老師你們想要辨識什麼呢 好 剛剛其實有個老師很有趣喔 就是說 可能他要辨識的是譬如說英文字母或是popomo 如果在我們剛剛那個部分其實能夠抓到 能夠處理的模型數可能比較 就是應該怎麼講標籤數是比較小的 那這邊的話各位老師就可以持續的去增加 你可以持續的新增類別 好 像這樣來新增 好 所以你可以有多個 好 當然有些老師就說那我們來做學生辨識刷臉的 不很好 好 來 那各位老師 現在你可能就這個對不對 然後我們做這個辨識老師有沒有那個 還有我這邊有提供這個圖片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那個我們蔡老師 如果有老師有興趣也可以換這個 或是老師試試看 因為剛剛有老師用這兩張去做辨識沒有變得很好 所以老師也可以試試看 好 那各位老師就看一下 那我就用這個來做範例好了 好 那各位老師第一個在class的部分 我們這邊就給他一個名稱 好 這個名稱是重要的 好 名稱最好是能夠辨別的 好 例如說我這個叫軟膏 那那個叫 好 好 所以我兩個 好 那各位老師一定要有兩個才有辨識的意義 如果只有一個就不用辨識了 好 那另外一個我叫藥丸之類的 好 大概這樣 好 來 各位老師我們先這樣 我們就先試兩個 好 那這些如果不要的話 你可以把它刪掉 好 如果說你這邊有新增 像我剛剛一樣新增類別 如果你覺得不需要 你可以把它刪掉 這邊就有三點對不對 就把它刪 欸 我剛剛把我的那個 那個軟膏給刪了 好 好 那各位老師 您注意就是你可以有兩種方式來製作您的這個部分 像有時候你們做 我們其實等一下會有個專案是植物辨識的 那就讓小朋友到外面去拍 好 拍植物的不同的那個 那我們現在就用一個低成本的 就用網路攝影機的部分 好 那各位老師我就新增了這個藥丸跟軟膏的類別 那我們打開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好 那你這裡的話你就要允許 好 那他現在抓的是我這一隻 不過一樣OK 好 那各位老師 你要先看你的類別是什麼 好 那這個是藥丸 好 那我就給他藥丸 好 盡量背景單純一下 那這個很簡單 就按下去就好了 他就一直一直掃了 好 那各位老師可能會給他不同的角度 那基本上 多一點沒什麼問題 這個隨便做個幾百個 是很平常的 按下去 這是跑人家的伺服器 就大量的使用就好了 不用擔心了 好 OK齁 好 好 那老師你有時候如果覺得 有一些圖片你覺得不妥 或是剛好有一些NG的畫面 你可以到這個圖片上面 會有一個垃圾桶把它刪掉就好 好 譬如說有時候有些畫面 你覺得不是很OK的 像這個你會覺得不OK的 你可以把它刪掉 這是沒問題的 好 這個會比你剛剛那個有彈性 因為你可以看到你到底是訓練什麼樣的圖片模型 這個是比較OK的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就軟膏 各位老師也可以試一下 那一樣打開你的網路攝影機 然後按下去就可以錄了 好 大家隨便用個幾百個都沒有關係 好 一百多個沒有關係的 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你的原始的 你的這個圖片跟你未來要辨識的情境 越接近越好 越接近越好 好 來 那各位老師OK了 那如果有一些照片不喜歡的 或者是覺得做的不好的 就可以把它刪掉 刪掉 好 好 那這樣就OK了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有簡單兩個類別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按下這個 就訓練模型 這個會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基本上就用它的D4來訓練就好了 好 D4來訓練 那這個會花一點點時間 好 那我們就讓它跑一下 好 它跟你講不要切換 好 那就確定就好了 它就開始 開始 好 像我們這樣子的資料量對它來講 好像叫做一片蛋糕對不對 還很快 人家是Google不一樣 好 好 好 哇 我們花蓮網路還蠻好的 下方就訓練完了 好 好 來各位老師你稍微看一下 接下來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好 好 在你輸出模型之前 你還是要看一下你的模型 是不是好的模型 所以你可以給它不同的圖片 看它的辨識率 是不是基本上能夠趨近 趨近越高越好 但是你會發覺整個的辨識率 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所以你會發覺 如果你有一些是屬於那種 譬如說這邊是百分之八十 那邊百分之二十 這種 還是有一些很那個的話 你可能就要稍微看一下 可不可以再多訓練一下 或是有一些不好的照片把它刪掉 好 各位老師到這裡OK了 好 OK 好 來各位老師OK之後 我們來匯出模型 如果你覺得都OK 我們就匯出模型 如果你發覺不是很優的 你可以再加圖片或是刪 然後再重新訓練 這樣是OK的 好 接下來各位老師我們就匯出模型 好 各位老師現在我們沒有任何要放什麼帳號密碼 對不對 太好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這邊的話有一個 我們的Default就是TensorFlow.js 好上傳 然後它會給我一個共用連結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那個選項 所以請老師幫我點擊上傳模型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吃Google用Google的 對不對 我們連下載都沒有 我們建立的模型也是丟他家 對不對 也不是丟我們家 很好 那就等他了 對我們要有耐心 對我們可以付出時間 好這裡會花一點點時間 好 那各位老師到現在你沒有用任何的帳號密碼 所以你等一下把這邊關掉 什麼事情都會不見 這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把這個存到你的專案是OK的 等一下跟老師講一下怎麼做 好 那各位老師幫我們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好 那各位老師您幫我找一個類似像記事本的軟體 好不好 好 我們先把這個稍微貼一下 好 先貼一下 貼在一個地方 等一下 免得我們忘記 好 可以 好 那各位老師這個第一個模型是我們的圖片模型 好 圖片模型 好到這邊我們先OK 好 那各位老師OK之後就打X 好 如果說各位老師您覺得這個專案 您未來是想要把它放存著 或是下次再怎麼樣的 你可以把它存到你的這個那個 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三條線 漢堡三條線 這邊有一個將專案儲存至雲端硬碟 那這個的話就有一系列的認證過程 所以 的確就是如果各位老師沒有任何張密 然後學生做的 你可能就要跟學生講這個東西要留下來 不然就是他們可能要存到雲端 好 那到這邊各位老師OK 好 那我們剛剛完成的是建立影像的模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講的叫必其公營一役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就再再來一個 我們再新增一個專案 好 接下來這個專案我們在這邊處理會有一點麻煩 這個叫做音訊專案 好 那音訊的部分最主要就是會牽涉到你的背景噪音 好 那這個部分可能會不一定很準 那等一下我們大家一起錄的時候可能會很吵 所以它的辨識度可能不會很好 但是我們一樣帶各位老師做一下 請各位老師點擊一下中間的這個音訊專案 好 那您回去試一下 我個人是覺得 這的確是看環境 就是有時候你要辨識的環境可能是不是很一樣的 好 那在這邊你會看到第一個叫做背景噪音 好 第二個就是你的分類模型 好 那 各位老師那我們就讓他練習一下好了 這裡你要講什麼你可以自己那個 好 好 比如說我弄一個很蠢的開燈好了 好 像類似這樣 好 那我們先這樣子開始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各位老師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麥克風 好 我們先確認一下我不知道他麥克風抓哪一個 所以我先 我先選一下我的麥克風 好 允許 好 那各位老師之前的可能就把它關掉了 欸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那個 我先看一下 我先試一下麥克風 好 那各位老師你可以錄製 就點擊一下 他會抓背景噪音 不要這樣 好 好 那各位老師你已經那個之後你要按一下這個叫擷取樣本 他會吃進去 這就變成是他的背景噪音的Sample 好 那我們先試一下 好 好 那接下來各位老師我們看下面這個開燈的部分 那一樣我們用麥克風 好 那各位老師在錄製之前喔 這邊有一些設定的部分你是可以去調整的 我先取消一下 那各位老師看一下這邊有個設定的圖示 然後請老師幫我點擊一下 因為我的開燈喔真的很短 所以我如果用兩秒其實前後都會有很多的是沒聲音的 所以我就只抓一秒鐘喔 那我就設定我的儲存 好 那我先錄製看看可不可以喔 因為我不知道是抓哪一個 開燈 好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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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就是你錄製之後就擷取樣本 然後至少要8個 對 好老師就麻煩一下 好 那你不一定要開燈 你可以播音樂 然後也可以轉圈圈 對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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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如果OK之后就可以开始训练模型了 这个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就可以按下训练模型 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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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老师OK之后 你也可以看一下 通常音讯都不会 因为其实先生到外面 那他是用一个 音波的这个技术去处理的 不过各老师一样 就是用这个方式可以做声音的处理 那如果老师OK的话 可以汇出模型 那一样也是可以上传模型 那是用这个方式可以上优先的 一样的这种方式可以上传模型 那是用这个方式可以上传模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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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 他好像抓到別人了 所以他上課 你看他還有抓到別的老師 所以各位老師你可能就 等一下 要有人負責路 來來來 怎麼弄比較那個 因為有老師還要寫 就是老師一個人要寫出路 一下 底路看起來是高科技的工作 好這樣可以 這樣上半身要比較高 好 好這是我的愛心 好 好可以了可以 當然各位老師要越精準就是 那個設備就要像各位老師這樣 還有擋框什麼的 好接下來是一額 一額要這樣 好先看一下 好 好 你做一下他其實重點是你的骨架的部分 好 他其實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他沒有嘴巴 他沒有嘴巴 沒有嘴巴 他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 對 好 好 差點對我失望 再擺也是這個樣子 好沒事 沒問題 好 來那各位老師一樣 就是您訓練的一些模型 然後盡量數量多一點 這樣精準度會高一點 那這個好處是因為 他是抓你的這些骨架的相對應的資訊 其實你的後面的背景影響不大 但是如果你是做這種影像辨識 你的後面的背景會有一些干擾 好 來那接下來我們就一樣訓練模型 讓他訓練 好 對啊 老師也可以什麼舉左手舉右手 都可以 都可以 老師請問一下左手或是不是 例如說右手的 然後左手 可以 可以 請主下次 可以 可以 你可以試試看 其實他是抓那個 他會抓你是哪一個骨頭 對對對 他會辨識你的骨頭 對 好 那個蔡老師可以來一下嗎 好 來 那各位老師一樣齁 就是在這邊的話 我們也可以 好像這樣的話 是 有齁 你可以看到他這派心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然後 好 耶 好 這一次 好 那就給各位老師參考一下 那的確在中間變化的過程 他事實上你可以看到他的那個會有點不同 好 那如果老師OK的可以開始就是把它匯出你的這個模型 然後一樣幫他上傳一下 好的模型是非常重要的 只是我們現在時間的問題做得比較潦草 那如果各位老師未來想要您的專案的精準度越高 就是會花在經濟模型的部分會越多 那一樣我們常講資訊的叫 如果前面的模型做得很很淒慘 其實他的辨識度就是會很不好 所以其實很多大公司現在在做影像辨識或知識辨識 他們花非常多的錢去做這個 對 好 那這個部分我早期有在推那個類似像Keynet那個部分 其實也是類似的技術 它會去Map你的不同的點這樣子 好 那各位老師就麻煩大家OK之後一樣跑這樣的流程 然後我們把它上傳上來這樣子 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取得三個 一個是影像的 一個是聲音的 一個是知識的 好那各位老師我們就把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把它稍微貼到一個您的記事本上面 那這邊的話我們再給各位老師大概30秒的時間來處理一下 讓他跑一下 好那各位老師如果您本身上AI的課程 其實用Teachable Machine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前導性課程 就是說基本上只要您有就是麥克風 還有您的那個攝影機其實就可以做了 那這個部分就可以讓小朋友稍微體會一下 就是我們一般的AI影像辨識 那這個的話應用到一些像車牌辨識啊 或是等等之類的 對 是不是像Wii不是有一些遊戲也是類似像知識辨識的部分 好 OK 好 那各位老師如果都OK的話 其實我們就會離開Teachable Machine 但是各位老師這個不要丟掉 好這個等一下我們會來做應用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剛剛取得了這三個模型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回到我們的Squitch來做一些相關的應用 就是說基本上模型建立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這些辨識完之後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樣好玩的東西 可能是更重要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就是假設我們已經用到模型 我們怎麼樣來做使用 好 好 那各位老師不好意思我們就開一個乾淨的OSEP 然後我們在這邊稍微等各位老師一下下 好 好 那各位老師慢慢往下滑 大家會看到這兩個東西擺在一塊 他們都有TM TM OK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先展入這個叫TM to Squish 那它這裡的話就會做圖像跟聲音變形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試試看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先點擊這個 好 我們在這邊等一下 我們這邊先等一下 好 那基本上我們開進來之後它會分成兩類 好 這邊的話它就會偏向影像 下面呢會偏向聲音 好 好 那我們先做最基礎的 各位老師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1 2 3 4 第四個叫做影像分類模型網址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是各位老師在Teachable門訓練之後 我們把這個訊息把它擺上去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叫做影像的自信度 好 好 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 這邊有一個叫射 好 那我們先等一下 我們先只要這個就好 我們先這個就好 好 來 各位老師我們拉這個進來之後 我們把中間的直 把它稍微做一下替換 替換成各位老師 您先看一下您之前做的這個軟膏 跟這個藥丸的這一個 好 那我們把這個把它 把它 然後我們把這個拉進來 好 我們現在這邊等大家一下 我們就把它替換成我們剛剛的 好 注意一下喔 這邊是影像分類模型網址 老師不要選錯囉 好 接下來呢 各位老師把影像標籤的這個幫我打勾 這邊幫我打勾 好 所以我們現在只用兩個積目 第一個我們先把模型撈進來 第二個呢 我們把影像標籤打勾之後呢 我們可以開始練習一下它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影像辨別的部分 是不是OK的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很簡單 只有一個block而已 請你幫我點擊一下就好了 好 這個會花一點時間 因為它現在會去 teachable machine那邊 把這個模型載入 然後進行解析 好 來那各位老師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出現文字 這個就開始 就開始就是對了齁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為它這些資訊 對 好這個本來就藥丸 對 好你可以看到你給它軟膏 給它藥丸 來 各位老師 只有一個程式碼而已 再來一次 就這一支 把它點擊之後 然後它就會去把模型抓出來 好 抓出來之後記得這個打勾 好 這樣你就可以回饋 知道你現在的影像 是不是正確的 好到這邊這樣老師都可以齁 好沒有問題 好 好 那各位老師 其實在這裡 有一些參數 就等以後如果有機會 再跟各位老師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你要多久 取一次 這邊有一個 每個多少要標註一次 這個你可以設 你可能不要每秒都 那個或是你要更密集 你可以自己點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 一個字詞 叫做設定自信度伐值 它的英文叫做confidence level 意思就是說 你的辨識度要達到多少以上 就是50%以上 它才能夠算是這個類別 好這個是可以設定的 好 這可以設定的 好 那目前如果我們在學校裡面 如果我們的模型 都是從這兩張圖出來 應該是不會很那個 但是如果你是 譬如說像生活上的東西 的確會有些variation 你有時候的辨識度 不會到百分之百 那你可以設定一個叫自信度發值 可以做一個這樣的處理 好 那這個部分就跟老師 稍微做一下說明 好到這裡可以 所以其實接下來是老師 怎麼樣去用到這個辨識資料 要去做一些後續的處理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個專案 那這邊的話 我們是不是請蔡老師 幫我們發一下 我這個還有 對對對 那個 好 來各位老師這個OK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是我們在國中 剛剛跟老師分享的一個 叫植物的一個百科的部分 好 那各位老師就幫我點擊 從你的電腦挑選 從你的電腦挑選 好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影像辨識植物百科 是我們的第五個 好老師點進去 好 這邊有一個叫校園植物百科的程式 好 各位老師幫我開啟一下 然後按下確定 好 那我們在這邊等各位老師一下下 好 可以借一張 各位老師 這個是疫情期間 我們幫回課程做了 所以你要相信這一定是我們家的 那時候不能到外面去亂拍 好 我們家有種這個叫萬年青 對 好 明後萬年青它有一個梯里香 不過他們現在已經大概都 都已經有點那個凋零了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來看一下這支程式 這支程式大概是這樣 好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接這個影像分類模型 好 所以各位老師會看到這一支程式 這一支就是我們在線上已經建好模型了 對 有老師已經開始用 好 那第二個 我們有去連接一個叫做雲端資料庫 各位老師我們把這個 好 為什麼說這個Google很好用 來 各位老師幫我按下複製 我們先去看一下這個資料庫到底長的什麼樣子 免得 我就說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好 那這個是其實是各位老師在課堂上可以帶小朋友一起做的 就是各位老師可以帶他們去拍 我們可以去拍一些照片 好 所以當初我們建這個模型的時候 我們是一樣拍很多的像這樣的照片 然後把它餵給Teachable Machine 然後讓它去產生 那另外這個也可以透過共編的方式 請小朋友幫忙找一些植物介紹的資料 那各位老師在這邊 你注意一下這個的欄位名稱叫植物名稱 這個欄位名稱叫植物介紹 好 你先記得這樣就好 好 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支程式 第一個先連結影像分類模型 之後就連結這個資料庫 好 接下來呢 你大概會預測到就是 我們的這個標籤 會去反映 現在這個是萬年青 還是這個是七里香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影像標籤 好 那這個影像標籤 抓到之後把它設成植物名稱 然後接下來這邊都是比較偏資料庫的處理 他會去找他的植物名稱 如果等於這個植物名稱 就把他的植物介紹唸出來 就這樣 老師大概就這樣 好 那我們實做一遍給各位老師看 我在這邊可能會是用一個比較拆解的方式 如果你處在的環境是網路很好的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按下去一鍵那個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有的時候在處理這個時候會花一點時間 所以我稍微把這個放大一點 好 那各位老師首先 你先看 我們先連結這個影像分類模型 所以老師幫我按一下 按一下 好 那個藥丸是上一個的 所以他現在先再抓另外一個模型 我們等他一下 所以你看到淫厚萬年輕 咦 我的淫厚萬年輕在哪 好 所以這邊的話是我的 這邊是我的萬年輕對不對 好 這邊是我的妻禮箱 老師可以稍微讓他變一下 好 應該就沒有問題 所以他現在抓到的是我的 我的這個新的模型 是沒有問題的 好 好 來 那第二個部分呢 各位老師幫我按下第二行 叫做連結雲端資料庫 按下去 好 這個就是他基本上把那些資料抓回來了 剛剛是空的 現在已經抓回來了 就是抓這裡的資料 好 那這是一個類似像Jason的資料格式 就有植物名稱 植物介紹之類的 好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其實是可以用這個程式 直接再跑一遍 這個我剛剛已經做完了 那我現在懶得再一個個做 接下來他就會重複做 剛開始的時候 他要先說 開始辨識植物囉 那這個意思就是 趕快把你這張圖放好喔 然後接下來他就會開始念出 好 所以我這裡做一遍給各位老師看 好 抓到之後 好 好 現在又開始辨識了 明後外眠青市天南新科 廣東外眠青屬觀夜植物 夜色美麗 特別耐煙 痕災點綴均勢 效果明顯 特別明亮舒適 常被用作插花 退驗或痕災裝飾室內外環境 好 可以了 好 那個 那一天那個姿婷老師 有傳一張照片 就是 新北有的學校 他把它做在iPad上面 然後他是做那個recycle的 就是說他是植類什麼類 然後他就直接用這種方式 就是給他那個 他抓到他是植類 他就跟他講怎麼樣來處理之類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辨識這個技術不難 以目前來講就是像那個teachable machine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的ML 已經把技術拉到最低了 其實更多的重點是 各位老師怎麼樣去應用它 這個反而是更重要的 更那個 好 到這可以 好 好 那各位老師 這個是影像辨識的部分 我們在這邊就做一個簡單的Ending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那個語音辨識的部分 那語音辨識的部分 我們在我們的微課程裡面 事實上是有做類似的教材 等一下我們可以過去給各位老師看 那現在的話 各位老師這樣玩夠了 好 我們再來下一個 那下一個的時候請各位老師幫我關掉 全部關掉 然後我們再重開一次 重開一次 因為我不想之前的有擺進來 好 好 那接下來各位老師幫我開一個 從你的電腦挑選 好 那我們現在講 AI的這個語音辨識的部分 好 那AI語音辨識一樣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說 你的聲音模型不是你建的 一個是聲音模型是你建的 我們建的都在TM上面 那TM的做法就是把聲音模型 就像剛剛一樣拉進來 它就自己可以辨識 不過我是覺得那個辨識度 沒有我想像的這麼好 那另外一種的話 是應該怎麼講 另外一種的話 是用人家已經做好的語音模型來做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就介紹一下 這個是用別人的語音模型來做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先選最簡單的 就是第二個叫AI語音辨識的 語音控制角色部分 那各位老師幫我開啟一下 好 幫我開啟一下 好 各位老師看到這個頗為複雜 對不對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先不用看這些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我們的左手邊 這邊最下面有一個叫做語音轉文字 各位老師有看到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打開來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好 OK 好 那我們先試一下 各位老師你先看一下你的麥克風在哪裡 看一下設定 好 那我現在麥克風抓的是這一支 抓的是這一支 好 可以 好 好 好 那你們可能是內建的 好 這個部分喔 其實最早 那時候做的時候 其實以前蔣老師有做 蔣老師在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的時候 那個叫什麼的時候 WF DUNA的時候有做 然後後來那個在蔡兆稱老師有提 所以這個是陳國全老師特別寫的 然後 我最近又煩了他 也被他唸了兩句 他有幫我再改了一下 好 各位老師你先看一下 他有幾支積木 你先幫我拉一個叫做語音辨識開始 拉一個語音辨識開始 好 那這一支陳氏喔 已經有把這個語音文字 他本來是沒勾的 已經幫他打勾了 好 我們先到這裡就好了 我們只拉一支積木出來 我們先不管他寫的 有的沒的 我們只要看這裡就好 這是這一支 好 那各位老師喔 我們先試試看喔 這個語音辨識到底是能用還是不能用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點擊一下 你好嗎 先看一下可不可以用 有 好先看一下 好 通常喔 會有錯別字 如果你那時候是說什麼 呃他有時候會那個 如果你是用什麼 向左轉向右轉 他有時候說話 沒真標準就會很怪這樣 但是他的確是可以辨識 好 好 好 來 那各位老師幫我一個忙 我現在剛剛語音辨識那個開始了 對不對 好 請你幫我一個忙 這邊有一個叫做暫停語音辨識 幫我關掉 好 我們把他關掉 好 來 好 基本上他是有一個session的 如果你一直點開始語音辨識 他會很多個在跑 好 來 接下來喔 前一陣子有凡國全老師是這一個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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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老師下拉式選單 好 他那時候就說 國小就只有學中文而已 幹嘛還要那個什麼什麼的 我跟他講說 現在是多元語文什麼的 所以他勉強幫我加了幾個 好 所以我把它設成日文試試看 那各位老師會 那個 我們廁所都有教日文 什麼日本啊 叫nihon啊 什麼anada 什麼之類的 好 那各位老師你有你自己熟悉的語氣 你可以選 好 那我們試試看 試試看 試試看 等一下 Ohayo 可以 沒關係 好 我為這個 光這個就被他罵了很多遍了 為什麼 好 那各位老師沒關係 如果您未來還有一些多元語系 您需要讓學生來練習的 你可以跟我們講 我再請他掛上去 他目前有掛英語日語韓語 還有簡中跟粵語 他說這些事他覺得還可以測的 如果老師 以後有一些越南語或什麼語 你覺得 就是你們有一些多元族群 對啊對啊對啊 那再跟我們講 但是的確就是說 他這個是應用的是 運用的是人家的技術 所以也要看別人有沒有建立那個語音模型 那我們也是鼓勵一下 我們一些原住民的語言 或是其他一些像 閩南語 客家語 也可以試著來弄弄看 好 那各位老師這個都OK了 那我們就把這些都丟到旁邊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支城市做什麼 好 這一支城市其實很簡單 各位老師 我們在國小有這樣的一個課程 第一個他就是開始語音辨識 那各位老師就是跟我們剛剛一樣 我們就是開這個就是點擊了 好 點擊之後呢這隻小貓咪呢 就讓他跑到這個位置 就叫定位 好就是00的位置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是重複無限次 向右走 向左走 轉圈圈 然後我們就來控制他 好 那向右走 就是各位老師就是右轉 然後左轉 左轉 然後接下來就轉圈圈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就可以來執行一下 向右走 等一下 我現在已經講日文了 我等一下 各位老師那個你可能在 在這邊 這邊可能要幫我設回啦 因為我剛剛 剛剛是用那個什麼 剛剛是用日文 好 所以這邊再幫我一下 如果你發覺切到不同的語系 你再把它切為反中文 好 再一次 向右走 向右走 轉圈圈 轉圈圈 可以喔 好 這種的話就是可以讓學生體會一些聲控的一些部分 好 那老師你也可以設計 比如說開燈 就有上面的造型 燈就亮了 好 播音樂就播音樂 這樣類似這樣就可以做 對 聲控的部分 好 好 那在我們的微課程裡面 我們有特別做一個叫做AI語音辨識 那基本上各位老師剛剛用的範例也是基本上從那邊出來的 所以歡迎各位老師就是可以上去看 這樣子 好 各位老師還沒玩 聲音其實蠻有趣的啦 接下來一個會更有趣的就是知識的部分 那知識跟老師講一下知識分兩種 好 那各位老師我這個就讓它停了 那我們就開始 我先把這個先關掉再重開一遍 然後重開一個新的 好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知識有兩種 那我們就是從你的電腦 不用從你的電腦挑選 對不起 好 各位老師我們就直接開我們的擴充功能 好 一樣到這 因為我們很辛苦的建立了那個愛心啊 業啊 都不能用不在 所以我們來看它這個 好 那各位老師 如果你同時好像開啟這兩個會重大 好 所以就是您確認一下 就是您現在目前就只有這個 那因為我是重開一個新的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就開一下這個 好 那我在這邊等一下各位老師 好 叫做tmpose to scratch 對 tm 那tm就是用teachable machine的 pose 知識模型來做的 好 好 那接下來各位老師很簡單 我們需要這個 好來我把這個稍微調整一下 好 各位老師看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知識的分類模型網址 好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是知識標籤幫我打勾 就是這邊有個知識標籤幫我打勾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各位老師接下來我們就是把它點擊 讓它把知識模型讀進來 等一下 sorry 我還沒換 這個是人家的 好 我現在不知道這是果全老師的 換一下 剛剛我們很辛苦的 建立的這個知識模型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來那各位老師幫我點擊一下 好 那各位老師一樣你也可以試著的 這是愛心對不對 然後這是 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就 找人來幫忙了 的確我剛剛那個好像愛心的會比較好一點 可以試試看 好 那各位老師這個可能就是角度太多了 好 來 那老師可以試試看 那其實更重要的是 重點是老師後面想要做什麼樣的應用 對 像我們之前上去年的那個 國教署的題目叫輕盈共好 結果我們大概 二十幾隊至少有四五隊 全部做那個 就是讓老人家做運動 每個都叫老人家要做深蹲 然後他們就變身 真的 我不要哭出來 那你應該做的時候舉個手啊 放下 這比較那個 對沒有 就做阿公我來深蹲喔 天啊 不過小朋友真的很可愛 小朋友很可愛 好 來 那這一個是用Teachable Machine去做的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最後 應該是算最後一支程式了 也是跟知識辨識有關的 那麻煩各位老師幫我這個先關起來 因為我們等一下一樣會用到攝影機 好 那各位老師在這邊我們再看一下 好 那各位老師知識辨識有兩個 有兩個 那剛剛那一個的話是使用到的是 我們在TM裡面做的 好 那各位老師幫我們看一下知識辨識這邊 好 那 幫我開第二個 叫人體骨架 第二個人體骨架 好 來幫我開啟一下 好 來各位老師看一下 好 這個是用不一樣的技術做的 這是用不一樣的技術做的 好 那各位老師稍微往右手邊 這邊這邊是左手邊這邊滑 這邊有一個叫做Pose Net to Squish 好 基本上它會跟我們早期做Key Net 是比較像的 它直接用去偵測 好 偵測你的鼻子 左眼 右眼等等之類的 好 那這個是蔡老師幫我們寫的一支層次 所以各位老師我們就直接按下濾期 好 你可以看到它會去抓 好 會去抓 好 抓我們的這個人的部分 那為什麼會這麼多人 真的嗎 我又活一個人 好 趕快熬一點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透過這個簡單的程式跟各位老師講一下 就是說 它基本上就是會抓我們人體的各個的骨頭之類的 抓到我們的骨頭 好 那這樣這種的話就有一些寫程式的潛力了 對 例如說假設我要做這個工作 好 那我的手可能就要 我的手的某一個座標 例如說我的歪座標 就要高於我的鼻子的歪座標 用這個來 來做 就可以 好 所以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 好 那 在這邊的話 我們 我們希望 那個蔡老師能夠把它處理成一個人的好了 好 不要理他了 來我們先看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叫接水果 好 接水果基本上是現在我們去 所有各縣市擺攤 我們都會講接水果 好 那接水果我們 請我們的蔡老師出來跟我們玩一下好了 好 我們先看一下接水果這支城市 這支城市 其實基本上呢 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在這個籃子這個角色上面 那它呢 會以 那個我們人的鼻子的X座標來做為這個 所以基本上它不會往上下移 它只會這樣而已 好 這樣而已 好 那這個城市一剛開始呢 會設定初始值 譬如說分數為零啊 尺寸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會有做遊戲說明 好接下來就開始計時 好這些應該對老師來講不會難 然後這邊的話會建立水果的分身 所以你老師等一下可以想像很多水果就會從天而降 然後我們可以用鼻子來接水果 好 那這個就是各位老師可以玩小朋友的 有時候他們用鼻子來接 有時候他們手來接 然後你也可以去調整你這個東西的尺寸 幫它變小一點 像這樣 好啦 那我們就讓製作製作的蔡老師 不是不是 好我們先來按一下濾期喔 來我試一下 好像太簡單了喔 這台講太簡單了 好 那這裡的話它必須要鼻子控的耶 好那我們讓蔡老師換一個部位好不好 來這邊是鼻子的X座標的耶 那蔡老師我們換一個 欸等一下 我們換一個那個好了 你的右手碗的X座標好不好 你的右手碗X座標 所以你就不用斷碗 其實你可以直接 直接在這邊那個就好 來我試一下 好這樣 好它的右手碗 好你看看它抓這邊 好看一下 好 好 好 可以了喔 那這裡的話 那這裡的話也是 跟這個AI的一個辨識是有關係的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也是蠻有趣的喔 好 好所以如果各位老師有圓遊會也可以玩小朋友喔 讓他可能就是兩隻手都一起抓也可以喔 這樣應該會很有趣 好那各位老師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 所以就12點了 好那我們的課程其實應該跟各位老師分享也差不多了喔 那今天跟各位老師介紹到像這幾個主要的部分 譬如說像OpenAI的部分 然後AI語音然後AI影像還有這個知識的部分 那如果老師後續有一些問題的話 就歡迎可以直接在我們的SCA的社群 或者是邱老師這邊 他現在變我們這邊的代言人了喔 對對對 好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今天也有給老師這個名片啦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OSEP事實上是有技術支持的喔 好那我們那邊有一個主要技術支持人員蔡老師 還有一個非常凶悍的郭娟老師 沒有開玩笑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有一些編輯器的一些訊息啦 那也蠻建議各位老師因為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專案 這邊 欸 欸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那個 OSEP的那個 好沒關係啦 這是我們 欸等一下 所以我應該到國教署的網站應該就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好那我看一下不好意思 老師如果有任何實用上相關問題都歡迎跟我們做互動啦 那如果你本身要把它自己架到那個Github也可以架 我們這邊有這個網路論壇的部分 好那如果各位老師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這邊提問喔 最近黃文玉老師提很多問題喔 然後我每次都就是 就讓國前老師來回應喔 好啊還有 對就是類似 然後 對就是各位老師如果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上面提問這樣子 如果有需要一些修改就跟我們講喔 那因為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自由軟體喔 所以就供大家那個 那另外一個部分也是跟各位老師講一下就是 我們未來會配合這個計畫會到東部就是進行一些學校的入班式的協助 那各位老師如果有需求的話也是可以跟我們聯絡喔 那你也可以聯絡邱老師 邱老師人員應該不錯吧 都給人家喝咖啡了 大家要對他好一點 然後後續之後我們會有一些比賽 如果各位老師用這些做出一些作品來也歡迎跟我們做投稿喔 那我們這個網站是在這個上面的網站 就是計畫網站的部分 那我們預計大概會是 會是大概四月 就是今年四月才會開始做收件喔 那就是歡迎老師跟學生一起共作 最主要就是給學生一些曝光率 那其實就是到時候就是繳交一些簡單的這個影片說明就可以了 好就給我們程式的檔案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繳交一個說明這樣就好 然後我們就會做一些評選 那歡迎各位老師參加 好那期待各位老師就是未來可以到各校去 或跟各位老師的同學學生相見這樣子 好那我想時間差不多 我就把時間還給邱老師 那也非常謝謝各位老師今天的那個歷齡 然後接下來我們好久 那個雲磚資料庫跟那個 互聯網的部分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再請邱老師再幫我們排一下課程 好那就謝謝邱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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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